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今天来聊聊大家应该是生物痛觉文之色变 但是却有无所不在的生物应该叫做害虫 白蚁 白蚁不但会吃我们家里面 木头、家具、桌椅、橱柜、装潢 甚至如果是木造结构 特别像是古迹、老房子 因为白蚁整间房子可能都会这样子倒塌掉 如果遇到白蚁 不管是在家里面看到 或者是在四五月大雨的时候 看到那种大水蚁 该怎么办呢 如何防治又如何预防呢 这是对人类所谓的害虫而言 可是对大自然来讲 白蚁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清除者的角色 如果没有白蚁的话 那么大自然的掩涕 一带一带的这样子一个传承下去 恐怕就没有办法进行 那有关于白蚁的习性 白蚁的特殊 甚至白蚁让我们无法理解的神秘之处 包括说它可能会盖那种八九公尺以上的这种蚁球 巨大的建筑物 也包括说它可以把这些纤维素 把它转换成能量 甚至叫做生殖能发电 这样子一个神秘角色 又是如何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也许叫害虫 但更可能是异虫的白蚁 来欢迎是全台湾研究白蚁 我认为应该是最权威 最专业 最厉害的老师 中兴大学昆虫学系的特聘教授李厚峰 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真的不是什么瞎扯 真的是让人家恨得牙痒痒的 任何人只要家里面发现白蚁 几乎就是一个浩劫 就你可能花了几万块或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那些装潢 大概就注定要全毁了 我们先来谈谈生活周遭的白蚁好了 所以譬如说四月五月常常看到说 如果要下大雨的时候 那五月就大水蚁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讲 台语就大水蚁 就是那种会翅膀 然后飞翅膀就掉了 在地上这样咬咬手那些 通通都叫白蚁对不对 对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是白蚁 就是白蚁飞出来 他们要交配 还要煮新潮的一个季节 所以我看到那个就表示说 这个地区很惨 充满了白蚁这样子 对因为白蚁它是多年生的 然后它一个潮建立大概要五到七年之后 它才可以产生下一个世代 有翅膀的个体 所以说你只要看到住家周围 有翅膀的白蚁飞出来 就是那种透明翅膀 然后翅膀会 白蚁落地 翅膀会断掉 那个就是白蚁的未来的蚁王跟蚁后 等一下 我看到是满天纷飞 那个至少是上千只 甚至是上万只 每一只都是蚁王蚁后 对就是他们是潜在的蚁王跟蚁后 如果他们就是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 然后祖朝 然后未来就是五到七年之后 他们就可以产生一个 几百万个体的一个家 等一下我越听越触目惊心 我如果在 因为其实那个应该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然后就是大概是四五月份 然后那个水分湿气很重的时候 或者说隔天 或是应该在下大雨的时候 满天飞舞的这些大水蚁 大水蚁 或者叫白蚁 第一个 他已经在这个地区活了好几年了 对 才会纷飞出来 对 第二个 那种成千上万的这些大水蚁 每一只都是蚁王或蚁后 他都很可能在组一个 可能好几百万的这种千万大军的这个乙朝 对 他们的策略就是他们飞很多很多出来 可是其实大部分都不会成功 可能都阵亡了 对都会阵亡 但只要有少数留下来 那他们就会翻演成百万 李老师你为什么会对这种大家生物痛 觉得生物 都这么感兴趣 然后从事这么久的研究 我们讨厌他是大部分的因为生活的经验 觉得说他不好 但其实如果你多看各种白蚁的话 你就会觉得其实他是一种很酷的生物 他是一个非常酷的生物 因为我念了李老师的一些文章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等一下会不会花很多时间 包括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发电机 就我们现在在做那什么生智能 他早就会了 包括他是非常伟大的建筑师 包括在澳洲 其他地方那种七八公尺以上的那种 可以盖的跟教堂 说这明明就人弄的 结果是白蚁弄的这个教堂 那包括他还有所谓的非常绵密的这种社会组织 还有他自己的防御 还有他足潮这种能力 但我们先来谈谈讨厌的 大家应该比较在意这件事情 万一我看到我家有白蚁出现的话 不是说那种大水的背进来 就是说自己说下雨天的时候冒出来 可能是几十只 可能是几千只的时候 那就表示很惨 你家的白蚁已经是可能好几百万只 是不是 就是你那个周围 那个周围 因为说白蚁他其实 我们一般认为昆虫的活动分野 就是你看到那个区域 可是白蚁他比较特别 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些 在台湾都市的白蚁 它是一个叫加白蚁的生物 有两种 一个是台湾加白蚁 一个是格斯特加白蚁 格斯特 对 好那这两种白蚁 他们的特性就是 他们其实主要是住在地底下 他们原始的生活环境都是在地底下 然后他们在地底下 可以住超过一百公尺以上的隧道 然后这个是直线距离 然后面积可以超过一公顷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一公顷的范围里面 上面的所有建筑物 其实都是他密实的区域 不只是平面的 还可以立体的 所以说有可能是 一楼家里面一楼地下室 到二十层楼的这个位置 其实同一槽白在危害 所以他的危害的方式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立体的一个空间 他的一个槽可能超过一百公尺 对 他的隧道 他活动的范围 换句话说 我家发现的白蚁 可能是我的邻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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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那个 我那个十多号以后的邻居 他们家长过来的 对 对 就是说其实 那个 这个就是很多白蚁发生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有单独一户 就是楼上楼下 左右邻居 其实都被白蚁危害 那其实是要一起处理 换句话说 我发现我家的白蚁 我去找那个什么 处理公司啊 或是自己来喷药啊 那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你喷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系统性的方式 去防治他们的话 你就只是把白蚁 从你们家赶到隔壁家 或者你们家隔壁家赶到你们家 就是这样赶来赶去 因为他就是在这一公顷的范围里面 他就一直在找食物嘛 OK 那我们先来谈谈不好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件事情 说万一我发现白蚁 我拿杀虫剂来喷它 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 是不是 我们要讲说 看你怎么认定有效 因为有效的话 你看得到的 你只要喷它 它一定会死 因为白蚁非常非常的脆弱 即使你拿水喷它 它都会死 可是问题就是 你喷到的个体非常非常少 就如果你喷到100只 但其实他还有100万件 100只在 在这个草里面 是 所以说他因为每天可以生 两到三千个 所以说 以后一天生两三千个 对 OK 好 所以说他很快就补充回来 所以说其实是 你觉得的有效 其实是没有效 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整个草给 消灭掉 是 所以他就会再回来 所以说喷药的话 如果你只是想要 眼不见为近的话 那当然有效 OK 你一定喷的地方 就会没有 但是你没有喷到的地方 他就会默默的在里面吃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只是求心理安慰 可是事实上 你家的那些木头 装潢 还是被他啃食的 可能大概会很惨很惨 对 就会有一个风险在 那其实 白出现的话 其实 比较 说实在就是说 如果你要处理的话 真的要防治白的话 应该是要寻求防治公司的帮忙 我如果看到几支 我也许还可以观察一下 但因为他可能是外面飞进来的 还不必然有潮 但我如果看到是上百支 上千支 那就表示他的潮 就在你的家里面 或是你的邻居了 那么你唯一的做法 一般民众 就是找那专业的处理公司 对 对 他原因就是说 你找从他的防治公司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他有一个技术 因为所有的虫害防治 在台湾的都市里面 最困难的就是白蚁 技术成分最高的是 做白蚁防治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专业的那些药剂 就是台湾的这个环境用药 它是有一半环境用药 跟特殊环境用药 大部分有效 真正比较有效的药 其实都是特殊环境用药 那特殊环境用药 要有专业征兆的公司 他才能够取得 第一个药物 是一定要专业的公司才能取得 第二个药物的使用 它是高度的专业跟技术 否则的话 白蚁没处死 把人处死了 那就不太好了 可是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说 因为我们要了解白蚁的习性 好像那一些 那叫什么公蚁 他会去把那些食物 采集回来之后 分食给其他的公蚁 或分食给蚁后 那透过这一种白蚁的习性 也许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就可以说弄一点药 然后给公蚁吃 公蚁再把这些药或食物 然后分给他的蚁后 请贼先请王 杀了蚁王以后之后 才有办法有效的处理 对这个事情是 我们原本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前面这一段就是说 为公蚁去吃某一种药 这件事情是OK的 是对的 就是跟我们原本想象是一样的 然后他有一部分个体吃到药之后 他会跟其他的公蚁互换食物 也就是说互换药 然后互换的过程中 就是整个草 大家都有吃到药 是 好 可是呢 跟主持人刚刚讲的 就是跟我们预期也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以往都一直觉得说 是因为把蚁后杀掉了 所以蚁后 整个草就灭绝了 但其实不是 是因为呢 大部分的公蚁都吃到药 然后他们一起死掉 然后蚁后没有人喂他 所以整个草就 以后是被活活饿死 而不是被毒死的这样 对 那为什么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白蚁他很特别 他其实 我们看到 呃 白蚁就是呃 吃木材的 因为白蚁他只有不同的阶级 呃 他飞出来这个叫 有翅 就是生殖蚁 就是我们讲的 大蚁一下 或是大蚁高一下 这样子 那 另外一群 其实这个 我们看到很多 可是其他还是很少 大部分其实是住在 食物里面的 嗯哼 就是住在木材里面 住在土壤里面 那这一些呃 就有很多公蚁啊 跟兵蚁 那他的公蚁是会一直 褪皮 OK 他会一直褪皮 所以说他如果 不让他褪皮的时候 他就会死掉 所以这个药剂 其实是 让大部分的公蚁 都吃到这个药 嗯哼 然后他没有办法褪皮 是 然后他们就死掉 他们等于是 他们的工人就是 浩劫了 就是 就是工人就不见了 了解 然后整个草就会crash掉 了解 但是只要是说 你在事后的防治 那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白蚁的特性 那有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 事前的方法 嗯 就包括说 是不是那个 湿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又包括说 你家里面 你说家里面 完全不要有木头 真的不可能 是 你的桌子 椅子 你不管有没有装潢 你原本那些橱柜 一定都有木头 换句话说 你一定有天然的 充足的食物来源给白蚁 对 预防这件事情 一般民众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有两个做法 第一个就是说 在你选择木材之后 你选择已经做过防虫防腐 出离的木材 OK 对 那这个是从源头 就是台湾医院里面 你都进口很多木材 是 那这些木材 其实真正被做防虫防腐的 比例非常非常低 嗯哼 那因为他没有做过防虫防腐 的处理之后 他的 他就是变成一个潜在白的食物 OK 对 那那个如果能够做 防虫防腐处理的话 这个木材的寿命 就会多两到三倍 两到三倍 对 不是两到三年 对 两到三倍 OK 对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当木材进到我们住家里面 什么样的木材会被白吃 其实是什么样的木材 都会被白吃 对 是不管是 很高级的这个 快木 还是我们一般用的很简易 商业用快速增长的木材 他都会被白吃 但不是讲说那个密度比较高 像蜜蛛基、梅里奇 那个白蚁就比较不敢吃或吃不下去 对 他比较不喜欢吃 比较不好吃 但是如果 但没有的东西可以吃 他还是得吃蜜蛛基 对 对 那关键是在湿度 OK 对 就是白蚁他没有办法啃 就是在台湾最常见的这两种居家害中 就台湾加白跟各式的加白蚁 他没有办法吃干燥的木材 他一定要有水 他没有水 他就活不下去 所以说木材是很干燥的 那没有漏水 家里面没有漏水 那这个白蚁危害的风险 就会降很低 OK 所以家里只要有漏水 一定要立刻处理 否则后患无穷 对 就是水的问题 通常都是先有水的问题 然后把这些我们的 比如说天花板上面的脚踩 或者是隔肩墙 就是变湿了 那白蚁不管是从外面飞进来煮草的 或是说他从地底下爬上来的个体 他就一直在找食物 那干的木材比较不好吃 那他就找湿的木材 所以他同时需要木材跟水 这两件事情 两个东西只要去掉一个 其实白蚁就很难为 为什么大家讲都恨得牙痒痒的 包括你花很多钱 你珍贵的那些家具 装潢 全部都被吃掉 而且你无法 所谓的真正完全防治之外 像我之前那些年轻时候买的那种 因为年轻穷 所以好不容易存到钱去买一些书 书也被吃掉 你真的很气很气 可是你回过去 他为什么要吃这些木头 书本 纸张 就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谈到说 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发电机 就我们最近在做生殖能 就是用什么鼠微草 用玉米 用什么小麦 这些生物丢下去之后 它就会变成能源 变成电力 白蚁自己就可以从木头 这些纤维素 转换成它的能量 这个在生物上 为什么特别的地方 对 就是白蚁 我们现在知道说 生物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物种 非常非常少 那白蚁其实是最大宗的 那我们从一个比较基础的方式去看 就是说全地球上面的生物量 大概有80%以上都是植物 都是植物 所以它等于地球上所有的资源物质 其实是锁在这个植物里面的 那这个植物其实是有含纤维素 半纤维素 木质素 这些主要的成分 那我们刚刚讲这些材料 其实它就是 它就是碳 就是碳水 就是跟我们糖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它是常碳链的 那这些常碳链的 要怎么把它切切切切切 切成我们可以用的这些小单元的 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白蚁它是少数 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生物 应该是说它跟它的伙伴们 就是微生物的伙伴们 可以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少数 可以去取用这个大量资源的生物 所以它们就是 等于说它们掌握了这一个关键的技术 所以它们在地球上才会这么的 猖獗 可是它的特别是说 它可以自己产生出特种的酶 这种东西来去转换吗 它本身可以产生一些些 可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 它的共生的微生物 OK 就是它有体内共生跟体外共生 体内共生是它的后肠 其实就像是好几个连接的化学槽 然后每个化学槽里面的酸减值 然后氧的微生物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可以一个化学反应接完 接另外一个化学反应 接另外一个化学反应 然后把纤维素半纤维素把它分解完 那我们人类吃树 吃蔬菜 吃水果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其实我们并没有分解这些纤维素 我们只是把它变形之后排出来 所以草食动物其实也都不行 这样 对 所以白蚁它是少数可以真正把它分解 而取得能量的 所以我们取得的是在这些食物 蔬菜水果里面的这些糖类 对糖类很少的蛋白质 而不是真正去分解它的纤维素 对不是 OK这样我了解了 换句话说 这个也许以后我们讲到仿生的部分 包括如何去分解这些纤维素转换成能源 那可能是我们很大的科学的困境 对这个其实过去20年 有非常大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那据我所知 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有了 它只是没有办法伤转而已 OK 对 然后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把很长的碳电就是纤维素 把它切成短的 那就变成糖 那我们知道糖其实就可以发酵 发酵就可以变酒精 是 酒精就可以是能源 酒精就是能源 所以我们突然间看到 哇地球上这个 四千多亿吨的这些植物 突然间全部都变成能源 大家就非常非常兴奋 但是讲的很美好了 事实上很困难 大概很难 就是直接把那个玉米变成电 大概是中间有太多的这些困境 科学上是可以办得到 可是你要让它变成是 在经济上面是 工业上面是可行的 这件事情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个就是说 那个这是一个非常神秘 就是搞不好是外星来的生物是说 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伟大的建筑师 那我是看了李老师的这些文章 我才去查说原来在澳洲 在其他地方有那种七八公尺 甚至九公尺以上的那种巨大的建筑 我说这不可能是什么蚂蚁搞的这些骗人 结果还真的是白蚁弄的 那除了这样子 它盖的好像是教堂 如果这些 不过你是听众或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你去打那个白蚁 蚁秋 然后教堂 不可能 但为什么它盖得出来这么华丽雄伟的建筑 这个白蚁它盖这些建筑啊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 你要有一个家 然后要存在一百万只两百万只的个体 那你就要一个房子要够大嘛 好那你就会面临很多问题 那他们为了要克服这个环境上面的劣势 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可能会很冷 是 对 然后他们就会把房子盖成是 面男 然后 就是白天的时候 它就可以吸收很多太阳人 坐北朝南 对 那它就盖的扁扁的 那这是一个策略 那比如说 这个地方可能很干 然后他就会去把那个地下的砂石弄松一点 所以说下雨的时候 这个水会汇集到那个地方 他们就有水 他们就会储水 他们会自己盖水库 他们会盖水库 然后他们可以 从地面上去挖垂直的通道 到这个地下水的 这个地下水的地方 然后去把水去上来 所以他不只是照顾 他会盖水库 还会找水井 然后他利用他 就是用物理的方式去让整个空间里面有这个氧气的一个循环 那为什么他要氧气的循环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在非洲 看到那个大部分会盖很大的衣袖 那些白蚁都是叫做养菌白蚁 他们是养真菌 他们其实是农夫 他们就比我们还要早出现农业行为 OK 对 然后他们是一千万年前就有农业行为 但他们就是养菇 所以说他们可以地上收集很多各式各样的植物 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吃 他就把他带到草里面 然后去养真菌 然后他在吃真菌 所以他不吃那些植物体 他是吃真菌 然后因为为了要养这些真菌嘛 所以他就要养气要水分要控温啊控湿啊 然后不可以有这些害虫跑进来吃他的菇啊 所以他就演化出一个非常缜密的一个社会行为 跟建筑的方式 然后就养这个菇 就是他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害虫 那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害虫 那第一个就是他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这些 不同的这些品种里面的一个少数的害虫而已 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因为他能够极少数的生物呢 把这些纤维素分解转换成能源 他是伟大的建筑师 他会挖水井 他会盖水库 然后呢 他会依照地形气候 还有季节去改变他的形态 那个居住形态 然后他还是一个先天的香菇农 他会种香菇 但我们现在其实开始我看到有一些建筑也在仿生 就是学白蚁他们如何盖出一个绿建筑 冬暖夏凉 不用冷气 天然的空调 这部分我们在人类的建筑 是从哪一个观念在学习白蚁 基本上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怎么样维持那个温度 就说白蚁它 白蚁它并不是会产热 所以说当外面的温度 如果是高温是30度 低温是15度的时候 在白蚁草里面它会是20度到25度 它就是会让温度更 维持的更稳定 对 所以这样的技术是我们需要的 因为人也是喜欢比较很温的一个环境 对所以从白蚁草它就有办法利用 很简单的这个材料 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是温度 然后它再是气流的流动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温度 那当你的白天跟晚上的时候 你比较热的时候空气就会往上移动 然后比较冷的时候就往下 所以它透过这种温差的方式 让里面形成一个自然的对流 了解 不过听到这边就真的 我们对白蚁的认识实在太少 太少 一开始李厚峰李老师也有谈到说 为什么要他投入白蚁研究这么久 而且得到这么大的成果 关键是说 其实如果仔细去了解白蚁 那真的是非常迷人 李厚峰老师跟他的研究团队 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 发表了两个台湾的新的白蚁物种 一种叫做绿岛新白蚁 一种叫做白竹树白蚁 这两个有什么特别 而且这其实已经是很重要 国际期间非常重视的两个新的物种 这两个品种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对 这个他们是属于一个叫木白蚁甲族的 好 那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些白蚁呢 我们就家里面才能遇到这些甲白蚁 他们主要都住在地底下 然后他们就会盖泥道 到外面来找食物 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发现他们 所以他们的主要食物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就是 他们负责分解的植物 就是在地底下 跟地面上不高的地方的这些 这些植物 那可是木白蚁克家族 他们就不是不是这样 他们其实主要取食的都是在 树的中间的木材 或者是有一定高度的这个木材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对于 分解者 就白蚁这个分解者的了解 其实都比较局限在 我们活动的这个 地面上可能两公尺 三公尺这个范围 那其实整个森林 我们的环境其实是个立体的 那树可以到 20公尺 30公尺这么高 那上面的木材是怎么被分解 这个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那这些白蚁呢 它就是这些木白蚁的家族的白蚁 他们就是在 树还没有死掉之前 他们就会开始分解树 因为树在成长过程中 它就会有一些枝条 它就会死掉 那这个死掉过程中 其实它还是需要被分解的 那这些树白蚁 对不起 木白蚁家族的 它就是在树灌层上面 飞 然后竹槽 然后去分解这个 地上部以上的这些木材 那我们对这个东西是 全然不了解的 所以当你发现一个新的物种 你才会开始去 对这一块做一些研究 所以你发现的那个叫做 绿岛新白蚁跟白竹 比如树白蚁可能是在几公尺 甚至是一二十公尺以上的树灌层 对 所以它就是 我们平常没有办法接触到它们 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它们 我们采集的数量就会很少 对 然后你就不容易观察 不容易理解 换句话说 尽管是少数的这些物种 就是包括加白蚁 是对我们很危害 但绝大多数的白蚁 如果没有它们的话 恐怕这个大自然就无法进行下去 对 那个白蚁对于热带跟咬热带的 所有的植物的物质跟能量循环 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对我们可以想象说 整个陆地的 陆地的节肢动物 25%是白蚁 它的生物量大概是 5000万吨 在地球上 那如果跟人比较的话 人大概是6000万吨 所以说白蚁跟人的整个的生物量 其实是差不多的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白蚁 大自然的这些所有的植物 恐怕就无法生生不息 对 你就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 死掉的植物在那边没有分解 对 没有办法被分解到对的那个地方 当你有一个区域是很多死掉的植物 对的那个地方 你就不会有新的生物出来 对 因为你的这些能量 这是物质 全部都被锁在死掉的植物的植物体里面 你没有办法释放到土壤里面 没有办法释放到空气里面 其他的生物就没有办法使用 那聊聊生物的这个社会结构好不好 因为我们能聊的之前 包括蚂蚁 包括蜜蜂 我们都知道 它有非常缜密的那种社会分工 甚至有阶级制度 但在白蚁 似乎又产生不太一样的 一般民众大概讲说 一定有一个蚁王蚁后 那负责生育 一天可能会产下好几千个以上的卵 那所以它可以有千万大军这样子 那千万大军就是所谓的那个 叫做那个公蚁 那另外呢 可能会有少数很大只的 就是在保卫这些公蚁 特别是蚁王蚁后的 这叫做兵蚁 但我们的理解就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有更多 更复杂 更无法想象的社会结构在白蚁里面 对 白蚁它是一个 我说它是一个酷酷的生物 它跟蚂蚁跟蜜蜂 其实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的 就说蜜蜂跟蚂蚁 它们其实同一个家族的 它们是摩刺木家族的 那它们是比较进化的 它们是有拥起的 它们会软幼虫 然后化拥 然后变成虫 可是白蚁不是 白蚁它是软 然后小白蚁 然后中白蚁 然后它们就会分工 做不同一样的事情 是 对 然后它们也会有 有生殖性这样子 所以它们就没有那个拥挤 好 然后白蚁它就是一个比较 原始的生物 它是跟蟑螂是同一个家族的 所以其实 白蚁它是一种特化的蟑螂 白蚁是特化的蟑螂 对 所以我们如果从生态功能来看的话 其实蟑螂就是各式各样杂食的清除者 是 然后白蚁它是一个钻石性 就是只吃树的 OK 只吃各种植物体的这个清除者 然后它们有社会性 然后蚂蚁跟蜜蜂有社会性 可是它们的起源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们是一个趋同演化 是 社会性的部分 可不可以再多谈一点点 我们可以从中间看到什么样很不一样 有别于其他生物吗 它的社会性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性的生物 像比如说蚂蚁跟蜜蜂的话 它们那个家里面 我们其实都有只有听到蜂蚂 可是我们很少听到蜂蚂 很少 对 因为它的组成是 主要都是磁性 是 就是蜂蚂 然后所有的供蜂 其实都是磁性 那它问我们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社会性的原因 是因为 它的 妈 它的姐妹们之间的基因相似度有75% 所以说 有与其他自己生小孩 还不如让他妈妈多生一些姐妹 OK 所以他们因为这样 所以说工丰会牺牲自己生殖的这个机会 然后去帮助妈妈 然后这才会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 是 那白蚁不是 白蚁它其实跟我们一样 它就是每 所有的白蚁都是有磁的有熊的 OK 夫妻制 对 而且它的蚁王跟蚁后会一直存在 就他们寿命如果是20年或30年 他们就会一直存在20年或30年 那所以它是一个 大家都还可以生 都有机会生 可是他们选择 变成有些个体 他选择不生 然后来帮助这个家族活下来 那这个就跟人的社会 其实有一点接近 因为我们也是XY系统的 是 那白蚁也是XY系统 但蚂蚁跟蜜蜂不是XY系统的 所以说 白蚁的社会性 其实是 更是我们可以去学习 或者是去理解的部分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中兴大学 昆虫学系的特兵教授 李厚峰李老师 另外其实在几年前 李老师你也发起一个 叫公民科学的一个 叫运动也对 叫活动也对 就希望全台湾所有的民众 你如果在居家附近 发现白蚁的话 请你把白蚁 寄给李厚峰李老师 因为他要做一个 很大型的一个 叫做那个辨识的 这样子一个研究 而这两三年下来 已经有一个 很大的成果 就搞不好 接下来就可以 大家去下载APP 那就说你看到 有没有白蚁 你就照一下 就很像之前 很多的那些软体 你拍一下就知道 这是什么样的白蚁 它会不会造成危害 它如果会造成危害的话 你该怎么防治 你该怎么预防 你该找哪一些团队 来去进行协助等等的 谈一谈 从公民科学 到现在的AI辨识 再到以后你们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料库 这整个过程好吗 一开始大概是十年前 就是我开始工作 刚开始工作 然后就开始常接到民众的电话 然后民众就说 这家里有白蚁 李老师怎么办 我家里有白蚁 对对 我就开始回答他们问题 可是后来发现 隔一两个礼拜 就有些民众就打电话来说 你跟我讲的方法没有效 那我就发现 我就想说 我是不是自己 这个能力不足 这样子 所以没有骂给好的建议 后来我就开始问他们 更深入问 就说 你那个白蚁长什么样子 是怎么样 他说那个白蚁是黑色的 然后白天会出来跑 我就知道 那不是白蚁 那是蚂蚁 所以说 我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真的要对台湾的 白蚁问题有一些进展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要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白蚁 但这件事情只要没有办法跨过去的话 你任何的药方 其实都是没有办法对症下药 你以为是白蚁 其实是蚂蚁 搞不好是杜虫 搞不好是其他的这些生物 对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定 它是不是真的是有白蚁 对 那我就开始请民众寄样本过来 他寄了样本过来之后 我才回答他 他不寄样本 他不寄照片给我 我就不回答他们 因为我回答等于没有用 是 对 那我就发现其实要教大家鉴定 白蚁这件事情 其实是太困难 因为它太转业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台湾白蚁有二十几种 好 然后在常见都市里面也有个五种十种 但你可能会遇到 其实根本就没有害的白蚁 然后你就花很多力去防止它 那或者是有一些 其实根本就是重要的害种 但你觉得它没有关系 是 所以怎么样对增加要就是要先 要鉴定 对 所以我们才就开始说 那民众既然都一直寄样本给我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民众寄来这些样本去 丰富去累积台湾都市白蚁的这些生物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搜了这些样本 然后用这些样本去分析整个 整个这个台湾白蚁的现况 就是危害的分布等等 那台湾虽然不大 可是那个地方其实白蚁的种类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们就等于是说 从解决民众的问题 同时也拿民众提供的样本来做科学研究 是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 再下一步就是说 那一直要寄样本 其实很困扰 就是说 大家都还要再采集 然后装在罐子里面寄过来 然后我们再鉴定 我们再打开 然后我们再回答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我可不可以用照片做这件事情 OK 对 所以我们今年就 网站就更新了 就是大家就可以开始 你也可以寄样本 但你也可以寄照片 拍照 拍照 那是一个APP 我要先去下载吗 对 它现在还不是APP 它是一个网站 然后你只要登录之后 你拍照 然后你允许说 记录那个 呃 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时间 那大家记过来说 我们现在是先用 人工的方式 就是 整个实验室 大家就要分工 去看那个照片 是什么白蚁 然后就是用按的方式 就可以回答 就是会更快 嗯 但我们下一件事情要做就是 因为我们也见了那个 AI辨识的一个系统 所以未来我们就会把这个 呃 人力的这个部分 再减少 所以我们就用AI去辨识 大家寄来的样本 所以从一开始大家看到白蚁 然后呢 收集白蚁之后呢 那装一个袋子寄到你们那边去 到现在可以拍照 那那个拍照的网站呢 叫做白蚁物种鉴定服务网 白蚁物种鉴定服务网 白蚁物种鉴定服务网 对 到接下来 可能如果在一些基础的研究 收集差不多了 就会有一个APP 那大家其实就直接上那个APP 不管是在丰富 整个之后的database 或者是说你直接拿它来鉴定 最后再请教一下李老师 不管是说你把白蚁当成是 害虫生物痛绝 想知道怎么防治 怎么预防 怎么保护你自己的家 乃至于说你认为白蚁 是一个非常迷人神秘 有趣的生物 想要得到更多更多的知识 一般的民众可以从哪边 拿到这么多的资讯 其实白蚁它的研究 现在还非常的局限 就是因为白蚁 全台湾刚准备说 我们是全台湾做的最好 我相信是这件事情 因为全台湾就目前 只有我们这个实验室 在做这件事情 可是相对做蚂蚁 或是做蜜蜂的实验室 非常非常多 对 那我建议大家其实 可以先上这个 白蚁大水蚁交流社团 脸书的白蚁大水蚁的这个社团 对 然后里面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大家的经验 大家的分享 那有很多 不管是第一线 虫外防治公司 在上面给意见 还是专家学者们 大家就会在上面 很多这个开放式的 讨论的一个平台 是 不过最后就是 白蚁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生物 就是说它可能会对 我们造成极大的危害 但它是自然界 极重要的一种 如果没有的 没有它的话 可能大自然没有办法 持续运作下去 如果你喜欢这样节目 也希望你可以按五星按赞 然后分享 订阅 让更多人知道 非常感谢中兴大学 昆虫学系的特评教授 李厚峰 李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